肺炎疫情自去年初开始。转眼间已经一年多的时间。很多人都期望可以尽快回复以前。但实情上却未必如此。估计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日子,我们都可能要继续戴口罩。减少出街及出国。需要网上开会及线上学习,生活上出现的结构性转变。 未必可以完全返回以前。如果企业不能在身上太下变身,就有机会等死。其实过去也发生过不少例子。巨无霸企业在大环境下未能转身,结果就死掉了。 如果你的年龄在40岁以上,都应该帮衬过一些租叠的影视店。这可算是最早期的共享经济。因为电影发行的VCD及DVD,新片售价平均在100元或以上。但看一次就不会再看。 于是店铺会先扣入一大堆影碟。然后每次以10多20元的价格,租给客户回家观看。每次租期两至三天。影视店只要租出几次就可回本。再租就是淨赞。 当年全球最出名的影视店是白士达Blockbuster,即是Captain Marvel电影开始的时候。主角来到地球时处身的店铺。这公司在1985年成立。最初主要租借录影带。 后来随着技术转变就变成租VCD、DVD及Blu-ray光碟。在20年前最风光的时候。Blockbuster拥有超过8万4千名员工和接近9千家分店。 在香港有20多间分店及予20万名会员。绝对是一项旁大生意。当年除了过江龙Blockbuster外,也有不少具规模的地头重。例如KPS金斯影视及快逃尾。金斯全盛时在港有20多间分店。 台湾有两间。主要业务模式是销售套票。会员以预缴形式一次购买多张。然后慢慢观看。金斯在1998年被银行清盘。Blockbuster收购部分分店继续经营。但做了几年后Blockbuster自己也破产了。香港的分店也全部关闭。当年有没有一些影视店。今天仍然生存,有,就是Netflix。 不单只生存下去。环境都变成全球领导地位。Netflix本来也是一间租碟公司。开始时规模不算很大。但后来Blockbuster倒下来。Netflix反而越飞越高。主要就是转身够快。Netflix首先将租碟业务变成Flat 3 Unlimited Rentals。过程已游递寄送。客户看完一套电影之后。 放入回游信封归还级Netflix。下一封邮件就会收到新影片及新器宣传清单,这样除了减低铺租成本。 更可进入环球碟。收新碟的不断循环。每天寄出多达20万只DVD。让业务自动延续下去。当然这做法只是让公司不用那么快死住。Netflix最大转列点是在2007年改变方向。 将业务主公影视串流。不再将重点放在租碟业务。结果很快成为全美最大电影下载网络。加上大量拍摄自家制的影片。成功将旧有业务转型。成为今天行业的一哥。 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。Blockbuster是行业大佬。而Netflix只是小弟弟。但为何今天不见了Blockbuster而只剩下Netflix? 相信这是很多企业营运者必须思考的问题。如果你今天的公司。营业额教育前下跌一半以上。相信你应该认真思考。这些下跌的营运额。 由于大家生活的结构性转变。就算将来疫情消退。也有可能永远不会回来。甚至越来越衰。如果你不做好应转变的准备。 就会变成另一个Blockbuster。